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仪器设备 橙色上的是我们的发耳机 中间是我们的测试线 还有我们的连接棒 在最右边的是我们的接收机 以及我们的传感器 那么下面进行我们的仪器的接线操作 为了确保安全 首先将我们的仪器的保护接地 以及工作地接好 我们的仪器设备 在地线接好之后 下面是我们的仪器输线的连接 首先将仪器输线一端 连到我们的连接棒 然后挂到带侧枪 然后另一端 另一端接到我们的发耳机 在我们的线接好之后 下面进行的是我们仪器的主机的面板操作 首先将电源连上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发耳机的面板操作 在打开电源开关之前 先确保我们的高压条件的旋钮回零 然后打开开关 按下高压盒 进行升压操作 在调整电源的过程中 会发现我们的两个表 其中电流表 零到两个安倍之间输出 而且此时电源表 无明显摆动 说明我们的仪器正常输出 当我们仪器正常输出之后 下面一步就是进行我们一个过量点的精确定点 使用二分之一法 用我们的传染器以及GEOG进行过量点的精确定点 将我们的传染器挂到我们的线路中间 然后通过观察我们的GEOG的一个状态指示 来确保我们过量点到底是在前还是在后 我们已经来到我们的线路中间 在将传染器挂完之前 我们先将传染器打开 长按打开完毕 然后将我们的传染器挂到我们的线路上 此时传染器已经挂到线路上 然后下面将我们的GEOG打开 观察我们的GEOG界面指示 出现规律性波形 出现规律性波形 说明故障点在我们传染器的后方 根据二分之一法 我们将传染器挂到线路后方的二分之一处 然后观察我们GEOG的波形指示 发现并没有规律波形出现 说明故障点处在传染器的前方 如此循环反复 最终精确定点 精确定位后 下面进行仪器的关机 以及拆线操作 首先将高压车转钮挥零 剩下高压分 关闭电源 拔掉电源线 拆除红色高压输出线 拆除测试地 最后拆除仪器保护接地 拆除测试地